来到这个世界 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要知道 急功累得 为什么呢 因为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所以要懂得 急功累得 急功累得 应该怎么个做法 这就是四真情的 教导 断一切物 须一切善 断物 一定要断自己的 烦恼气气 修善 决定要修戒定慧 应该要去做的 四真情呢 实在讲就是精进 为什么不听精进呢 这个比进步的意思多 精的意思比较少 所以还是用情这个字来说 四真情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断物 一个是修身 这是我们 时时刻刻 要拿来检点自己 这是真正的修行 第一个 第一个 一生我 领断 我们反省 自己的过失 思想行为 不对的地方 马上要把它断掉 未生我 不生 还没有生的我 晓得那是不对 不但我们不能去造作 连这个念头都不要生 这个叫断物 我们在道业上 在评论上 在学问上 才会真正有成就 第二呢 就是生善 以生善 领增长 我们已经晓得 是好事 是善事 于智于人 都是有利益的事情 我们要努力去做 增长就是希望它 更能增加 为生善 领生 晓得有很多好事 自利的它的好事 我们还没有发行做 赶快要发行 要努力的去做 这是正当的勤奋 正当的努力 佛讲的十善业道经 都是讲十善的果报 没有说十善的果报 欧耶大使 把负面的也讲出来了 十善的果报 他都说出来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们才知道 什么叫善 善什么叫我 善决定是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我呢 都是自私自利 所以自私自利 是中我之根啊 是贪嗔痴的根本啊 要从这个地方发出 与三学相违背的 是贪嗔痴 所以佛教导 以戒学断贪 以定学断嗔 以慧学断痴 转贪嗔痴 为戒定慧 这是断嗔痴 这是断悟修痴 菩萨六度 说的详细一点 以不失 断坚贪 以持戒 断悟业 以忍辱 断成辉 以精进 断懈怠 以禅定 断散乱 以智慧断鱼痴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代人介乌 能遵守 这六个原则 这个人就叫做菩萨 菩萨齐心动力 也于造作 一定 与这个原则相应 普贤身 是菩萨圆满的大行 佛在经上 讲得很好 菩萨不修 普贤心 就不能够 原成佛道 普贤心的核心 是圆满的心量 佛法中常识 心包太虚 亮昼杀戒 那是普贤菩萨的心量 以这个大行量 修一切善法 解释普贤心 在华严经上 将普贤 无量的心门 归拿为 十个大杠 这是大家熟知的 普贤 十大愿望 这个十条 是普贤菩萨行的 总纲领 十个顺虚 不可以颠倒 第一个是 礼经 这是行门的根本 对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五 净虚空便法经 一切种子 要知道功尽 佛在经上说 一切众生 皆是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对一切众生 要以孝顺父母的心 孝顺一切众生 尊敬师长的心 尊敬一切众生 这个人就是普贤菩萨 这个人 所修的 就叫做普贤心 这是普贤心的核心 普贤心的根基 以这个为基础 再修称赞 我们中国古顺先行 教人 引我扬杀 这是修扬自己的德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社会 为了社会的安全 为了社会的安定 希望大家都看到好的一面 愁陋的一面 有 不可能没有 为什么呢 一切众生 烦恼稀奇没断 当然有愁陋的一面 愁陋的一面 我必须去提他 美好的一面 我们尽力的去宣扬 让一切众生 都能够觉悟到 应该断屋修胜 你造作的屋 人家原谅你 你又生惭愧心 一句话不起 你造作一点善 别人表扬你 称赞你 鼓励你 修善 让人生起惭愧心 这个用心很善 用心很好 在光修共享 一切众生 无论在物质精神方面 有缺乏 生活过得很辛苦 我们如果有能力 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 主动的去帮助他 不必等他来求 这是布施供养 在菩萨叫布施 普贤叫供养 为什么呢 普贤菩萨看一切众生 是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所以不能用布施 用供养 尊敬到基础 说到自己修行 参除业障 这个纲领里面 任何一条纲领 都包括 穴满的心门 条条如是 互相喊事 这个样子 念佛 功夫 哪有不得力的道理 这样念佛 哪有不往生之力呢 据佛劝导我们 教给我们这些原理原则 我们必须在生活当中掌握到 才能真正成就自己 不辜负 祝福如来 对我们的期望 佛行生命 是菩萨 远满的大行 佛在经上讲得很好 菩萨不修 普贤行 就不能够连成佛道 普贤行的核心 是圆满的心量 佛法中常识 心包太序 量昼杀戒 那是普贤菩萨的行量 以这个大行量 修一些善法 戒是普贤行 在华言经上 将普贤 无量的行闻 归拿为 十个大杠 这是大家熟知的 普贤 是他愿望 这个失调 是普贤 菩萨行的 总纲领 十个顺虚 不可以颠倒 第一个是 礼尽 这是行门的根本 对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五 净虚空变法经 一切众生 要知道 恭敬 佛在经上说 一切众生 皆是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对一切众生 要以孝顺父母的心 生顺一切众生 尊敬 师长的心 尊敬 一切众生 这个人就是 普贤 菩萨 这个人 所修的 就叫做普贤 这是普贤 的核心 普贤 的根基 十八年完 头一个就是 破除 娇 慢 之心 你看 花园里面 善才童子 就是一个榜样 做学生的人 只有他一个 除自己以外 都是 善知识 善知识 就是老师 每一个众生 都是我的老师 都是祝福 都是菩萨 你这个恭敬心 才生起来 亲近之心 生起来 更高 我慢的烦恼 才能够断得盈 如果现在 有两个同伴 还去参访 那就坏了 为什么 同伴 你跟我差不多 你是我同学 我对你 还要什么尊敬 那就不行 所以 菩萨道上修行 只需一个人 这一个人就是自己 除自己之外 全部是祝福 我们 礼尽祝福 是这个意思 所以 入福都教给我们 修 孝尽 这是 入福教学的 中心理念 要行孝 要行尽 孝顺 一切众生 礼尽 一切众生 普贤菩萨 教给我们 礼尽 祝福 这是 佛的心 这是 菩萨心 只有菩萨 对一切众生 敬孝 以 孝亲 尊 而入世 众生 无论怎么样 走 无论怎么样 被腻 可是 佛菩萨 对众生 一片 孝顺 一片 尊敬 说穿 一个是明白人 一个是糊涂人 明白人 跟糊涂人 不一样 你虽糊涂 对你 还是一样的 尊敬 孝敬 翻过来 我们哪一天 真的觉悟 真的明白了 一定跟 佛菩萨一样 绝对没有 两样 所以你要问 我几时 成佛了 几时 成菩萨了 入佛境界 就从这个地方 你去了解 你能对 一切众生 真诚的 孝顺心 尊敬心 你就入佛境界 即使对你的 冤家 债座 这个人对你不善 欺负你 侮辱你 陷害你 置你于死地 你还是孝顺气 还是存在心 这是佛 这样的握认 我的冤家对头 算了 我不跟他作对 已经算不错了 我还对他好啊 你还是凡夫 你距离佛的境界 还有很远很远 要学 孕顺 平等啊 礼敬祝福 这一条 就是孝顺 尊丝的扩大 扩大到 静虚空变法界 没有一个人 一桩事情 不尊敬 都以这个孝顺的心 来看待 祝福 一切众生都是佛 这是华严经济 怎么说一切众生都是佛呢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既有佛性 他当然会作佛 虽然现在没有成佛 我们要把它当作佛一样看待 这一切众生是佛的 这一切众生是佛 不但一切有情众生是佛 一切无情众生也是佛 无情众生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讲的 执无旷 我把追满动的事 这一切万物 万物怎么说它是佛呢 执无旷 我发性 动物有佛性 发性跟佛性是一个性 同一个性 那怎么不成佛 华严经上说 情与无情同与众志 原是圆满 众志就是成佛 情与无情统统都成佛 所以佛要求我们 以清净心 以平等心 孝顺一切众生 离尽一切众生 无情众生 我们对它怎么孝敬吧 像这张桌子 对桌子的礼尽 不是对它行李 那你就告诉我 你把这个桌子摆得很紧 擦得很干净 这个就是对它的功夫 这个书本 你看的时候好好地翻 看完之后把它合起来 这是对它的功夫 看完之后 把它摆到书架上 也摆得整整齐齐 这是对它的利益 如果是随便丢随便放 这对它不功夫 如此类贼 对一切人 一切无 一切伏 伏呢 是认真负责 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这是对它的功夫 以孝敬之心 对人 对死 对我 这是普行性 就能修行达到最高峰 最圆满的现象 你怎么回事 不可能 你怎么回事 就没有 这是对我的 你怎么回事 就不理解 你怎么回事 就不理解 你怎么回事 都不理解 你怎么回事 不理解 我自己回事 有什么回事 我自己回事 称赞 我们中国古生先行教人 迎我扬山 这是修养自己的德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了社会的安定 希望大家都看到好的一命 愁陋的一命有 不可能没有 为什么呢 一切众生烦恼稀气没断 当然有丑陋的一命 丑陋的一命 不必去提他 美好的一命 我们尽力地去宣扬 让一切众生都能够觉悟到 应该断窝修圣 你造成的窝 人家原谅你 你又深惭愧心了 一句话不提 你造作一点善 别人表扬你称赞你 鼓励你 受善 你看地质规律书讲的也很好 道人善的就是善的 人家有善行 人家有善行 就在称赞 说人窝就是窝 说的人就是造窝业 你还听懂了 你已经明白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造到这个窝业 如果常常造 那还得了啊 中国古神仙仙教导 做人基本的德行 迎我养善 看到别人的过失 不说 看到别人有善事 应该要怎样 迎我养善 这个是真确的 与人一定要和睦相处 要互足互足 呼和里头是这样一句话了 这个社会和谐的 世界和谐的 一切众生才真正能 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幸福美满 关键就是这两个字 父贤菩萨的称赞如来 就是中国人讲的 一模一样 人有决定 决定也不能输 一字会上就讲得很清楚 要记住 常常赞看别人的 善行 善愿 善愿 我们多么欢喜 多么开心 如果常常记住别人的故事 那就错了 一般人都知道 心 心是什么 心是善良的 也称为良心 我们的良心 善良的心 如果天天 怕别人的乐苏 怕别人的罪过 怕别人的不善 放到我们自己良心里面 我们的良心就变成坏心了 其他故事 不是别人故事 别人那些不善 不会跑到我们心里面 只有我们自己把人家不善的地方 拿来放在心上 错了 人人人都知道错了 可是啊 犯这种错误的人 太多太多 我们不要去管别人 使得先要活活 我们自己 有我们的一份 真正修道的人 六族能当时讲得很好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唯有不见世间过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才能真正恢复到 纯净 纯善 嗯 称赞 要跟信德相应 就可以参叹 如跟信德相违背 这不能参叹了 参叹大家学了怎么办 什么是信德 一切 真善美慧 是信德 在中国古人讲 无能是信德 无常是信德 四为罢德都是信德 在佛法里面讲 经教里都所说的 佛所为我们制定的 这些戒律 戒定会都是信德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与信德相应 要参叹 要趁一样赞叹 对她是一种赞美 也是恭敬 别人看到 听到了 在向她学习 这就是榜样 如果是宇信德相远 不孝 不忠 不义 这是绝不算她 这就有差别了 离经祝福 祝福是从形象上讲的 这个人 再恶的人 无地失恶 从象上讲 要不要离经 要离经 可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里头的意思 很深很深 向上讲是平等点 性上不平等 我们在五十三餐 明显地看到 善财同子参访 五十三位善知识 里面有三个人 只有离经 没有赞他 这三个人 第一个是 圣热婆罗门 他代表于吃 三度烦恼里头吃 这善财同子对他 没有称赞 有离经 跟对佛一样 见面的时候 鼎离三败 又饶三掌 向他请教 负面教材 第二个 甘露火罗 甘露火罗代表成会 杀人不大眼 善财同子见他 也是 有离经 没有称赞 第三个是 法苏明多女 她的身份是妓女 代表他 善财同子去参访 有离经 没有称赞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于一切众生 隐无恶然 他做的好事 称赞他 他做的不是爱的事 不利于自己 不利于社会大众 不称赞 也不必去回报 不必去批评 这就对了 赞叹是信德的流露 赞叹不是为自己 也不是为他 赞叹是 令一切众生 向他学习 是利益众生的 离经赞叹 都是利益众生 都是供养里面的一分 恭敬供养 赞叹供养 这个就是 神教 一生做子 凡夫粗心大意 没有看出来 菩萨心心细 看出来了 射出来给大家 大家一看 这个不是 我们要跟他学习 度众生 念念都是利益众生 绝不是为利益自己 我们应当 在这个地方学习 念一经常说 好处都有 不所谓 道高于尺 母高于丈 母 总是我们 幸福生活里面的障碍 修道途经当中的障碍 我们应该怎样解决 这个问题 其实可以学习 释迦牟尼佛的方法 八项成道里 诸位都看到 降母 这一个项 世尊是如何降福莫外 这是值得我们 深宿 是应当 认真 去学习 世尊 降母的方法 不是对外 他是对内 魔君 来扰乱 威胁他 世尊 没有去抵抗他 没有去跟他对打了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用戒定会 在世 魔女来诱惑 佛并没有逃避 没有找个地方去避难 也是用戒定会 在世 于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得到歧视 任何威胁 利用 再大的 张难 只要把内心的魔力 消除 外面经济 实在讲 无福 又无魔 这正是 欧耶大叔所说的 静缘 无好愁 好愁在于心 外面的魔镜 怎么来的 是我们内心魔 变形出来 所以能变魔镜 是我们自己的 邪知邪尽 贪嗔烦恼 这是能变 外面境界是索变 世尊 给我们实现的方法 是把能变 降服 外面索变的魔镜 就不碍死了 魔也是众生 众生无病 是愿多 怎么可以拒绝 八大人 哲经上 跟我们讲 这四种魔 那是将魔分类 分为四种 五音魔 烦恼魔 死魔 都是属于 自己的心魔 只有天魔 是外面的 天魔从哪里来的 是自己的心魔 变形出来的 世间人 不明白这个道理 遇到妖魔鬼怪 想什么方法 去抗拒 克服 战胜 这能解决问题 永远不能解决 解决问题 就是要把它化解 我们自己本身 有烦恼 有邪知邪迹 这个是 所有一切 魔障的 给云 所以第一个 要知见真 第二个 要出烦恼 只要把这两种做到了 外面的魔也成佛了 这个才叫 普度众生 哪些是魔王呢 烦恼是魔王啊 哪些是外道呢 错误的知见是外道 邪知邪见 由此可知 魔王外道 不在外头啊 魔王外道啊 都在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啊 降服 自心里面的魔王 这服 自心里面的外道 这就是 佛家常讲的 破烦恼障 是相目 破俗之障 是福外道 如果你把魔王外道 用是外面境界 你永远不能成就啊 你修行 修了多少年 多少世 多少经 你为什么不能成就 你就是把这个意思搞错 以为魔王外道在外面 详尽方法来对付他 自己的烦恼障 所知障 天天在增长 分毫没有 消除 你怎么能成就 依旧还是个反腐啊 依旧还是 轮回心 造轮回业 你怎么能成就 降服 魔外 对付我们的二丈 大臣 将魔跟小臣不一样 大臣 与信得不相应的 叫魔 与信得相应的 叫父 这个说法的 范围 非常深广 一个大臣 与三规 相违背的 那就是什么 三规 第二个 规一符 绝而不明 这是佛的意思 如果我们 迷而不绝 这个谜就是魔 把我们的绝 障碍住了 规一法 正而不邪 我们还有邪念 还有邪行 那就是魔 邪就是梦 不邪就是佛 归一身 这个意思是 清净无然 身是六根清净 一尘不然 如果被外面沉净染无了 这是凡夫 不是佛的意思 真正不然的 这是佛的意思 佛跟魔没有差别 完全在自己用心 自己的心清净 善良 魔也是佛 自己心不清净 不善 佛也是魔 外面的现象 实在讲 没有是非善无 也没有争妄邪症 是非善无 争妄邪症 都是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的心的反应 这一点很重要啊 我们要想见夫 你真修清净心 修一颗善心 什么叫善心 念念为一切苦难众生的心 是善心 有意念为自己 这个心就不善了 这个意念里面呢 有无量烦恼的因素在里头 它是染无的 它是不善的 所以我们重要的是要把念头改掉 我们今天分别大小 职责大小 小不能容大了 这就是魔镜的 你是这魔镜从哪里 是从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的出现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借此就可以拿去 无大小 无内外 我们凡夫生活在相对的时间里面 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 相对不是真的 相对就是分别执着 佛菩萨的书身 就是他没有分别执着 他们没有相对 彼此都没有 所以他没有障碍 妖魔鬼怪 在佛菩萨眼睛当中 也是未来佛 同样的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佛菩萨用什么心 对妖魔鬼怪 孝顺性 孝顺性 没有一丝毫的减少 这是世尊 视线 降魔的本能给我们看 视线给我们看的用意 是教我们学习 只要你有 邪见烦恼 你决定留魔障 换一句话说 妖魔鬼怪 常常会约要你啊 你能够出去 邪见烦恼 妖魔鬼怪都成佛了 那么由此可止 佛母 只在自己一念之间 一念明 佛就变成魔了 一念觉 魔就成佛了 在粗学这个阶段 大臣 不能不读啊 特别是诸位 发现从此 弘法立身 这个神 我们不但要读 还要欺如啊 我们说欺如 就是古大德 常讲的 随文入观 这四个字的意思 我们展开经军 随着经文的教诲 转变我们的观念 就叫随文入观 入是其入 那个入的意思 把心结 行正 全都报夸了 若是正嘛 你怎么能正呢 当然你就行 行是什么呢 观念改变就是行 怎样改变观念呢 到底明白了 就理解了 你怎么会明理的呢 相信佛的教诲 所以佛所说的 教理辛苦 我们学生能做到的 性结心智 这就断继结 这个就是随文入观的意思 得真受用啊 这是真修行啊 修行的法门 无量无边啊 这是教下真真修行的方法 经文也展开入佛的境界了 入境界 最重要的 保持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间 都能够保持而不失 那就是不退转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这个本思学道路 什么样妖魔鬼怪 我们也不会恐惧的 我们有能力 帮助他们同臣佛道 大圆满的解决 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这个才是真实 究竟美满 尽宗同学 我过去常常劝导大家 你修学尽宗从哪里下手呢 我劝导大家 是先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 从这下手 三千遍念完了怎么办 我遇到不少人呢 这样问我了 我说你再念三千遍 念经并不就是目的啊 念经是手段啊 念经真正的用意 是修根本志 三千遍一定念得很熟 经里面的教训 你都能够记得住 三千遍读完之后 第二个阶段 再教你念三千遍 跟第一个阶段呢 用意不一样 第一个阶段是 戒定会三学一次完成 目的叫你熟记 第二个阶段呢 叫你思考 换一句话说 着重在理解 第一个阶段 着重在记忆熟记 第二个阶段 研究理解 体会呀 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意思 像《开经记》里面所说 愿解如来真实意 这是个第二个阶段 你真的明白了 真的懂啊 然后再进入第三个阶段呢 是要把经里面这些教训 理论方法 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 生活 行为 这就成功了 你才真正得到 佛法修学的受用 绝对不是 把这个经念给佛菩萨听的 每一天在家里 供养佛像 在佛菩萨念几遍经 我很乖 你教我念 我天天都念给你听了 与自己生活行为 毫不相干 这样读经呢 一点用都没有 那个说是口善的 你念经嘛 总比骂人好嘛 好处在哪 好处就这么一点 对你的德行 对你的学问 对你的生活的改善 完全没有帮助啊 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 我教大家了 是这个方法 我教大家了是这个方法 熟记 深解 实行 要把它做到 与古大德所讲的 信节行政 这四个阶段呢 也能配合 这是我对大家 提倡做经的用意 希望大家要明白 绝不是念三千遍之后啊 就得佛菩萨保佑 就将来能保证往生了 我没有说这个话 如果您能够理解 能够实行 那可以说 你得到保证 决定保证往生 我也曾经说过 无量寿经 就是我们凡夫 求生净土的保证书啊 但是这个保证书 你一定要知道啊 熟记理解实行 才能真正达到保证 只是读诵 不能理解 也不能实行 这个没用处的 这个只可以说 种一点善根 这一生当中啊 得不到结果 希望大家要细心去体会 要认真努力 于此经中啊 生导死相 导死是佛 佛门里面称佛为导死 他指导我们 引导我们 转悟为善 转迷为物 转返为神 这是道死啊 我们在世间找不到老死 今天是老死 所以 用这部今天做道死 道死是谁啊 是阿弥陀佛 你真找到好老死啊 释迦牟尼佛 做祖教 阿弥陀佛是老死 你能不成就吗 展开金军 如同老死在面前 真诚恭敬 真诚恭敬心 生不起来 这些金教 你接受不了 你入不进去 真诚恭敬心 就起入了 英光大四 说得非常好 一分沉浸 得一分力 你入一分 十分沉浸 你入十分 你得十分力 没有真诚恭敬 佛菩萨实现 在你面前 也没有 所以 你 真的是菩萨 最大的诱文 最严重的障碍 都从外头来 随着经文 我们自己 欺如境界 也就是这样 随着经文 把我们自己的观念 改变 这就变成功德 这个对自己大利 最好的榜样 就是 华严金的 善才童子 五十三三 你看看 他参访一位善知识 他真的是 随文入观 随语入观 善知识给他开示 随语入观 随行入观 看到善知识的行为 这种修行 厉害 六根 借出外面 六尘境界 通通是智慧 随着经文 改变自己的观念 把自己 无量借来 那种习气 染习 通通改正过来了 这是上上根人 这个经文 没有别念 没有别看 便便 其如 如来 古地上 我们要学会 这种修行方法 对自己就有大利益了 佛教导我们 信 结 行真 对佛陀的教法 首先 我们要建立信心 信了之后 要求解 要把佛的教诲 搞清楚 搞明白 然后 然后 如教 修行 修行里面 最重要的 就是 调佛我们的 忘心 奇心 动念 行这个词 是说的行为 行为 有善 有 奇心 动念 有意念 指挥我们 言语 造作 所以修行从哪里修呢 如果是从言行上来修 也算不错了 那不是根本 还是在枝叶上修 根本 是奇心动念 根本修好了 枝叶 自然 谋盛 这肯定 也就是圆满的 调佛 你不真干了 不行了 儒家也总是真干了 不学 神问 圣死 明辨 后头是独行 这真干 佛家讲的更重 信节 行正 不学 神问 圣死 明辨 是信节 后头又行 不但要行 还要正 行就是独行 儒家门讲证 佛家讲 和得有真 这个真 就是阿罗汉 菩萨 佛陀 得要放下了 佛家 常讲法愿 常讲法愿 为什么 不像儒家所讲的 理智 法愿跟理智 有什么两样 智 里头有求 落在情世里头 真的是有希求 愿里面 没有希求 这个不一样 换一句话说 理智 这里头带着有感情 法愿 这里面 纯粹是 智慧 没有前世 只要我们 如理如法去做 祝佛如来 自然互念 这就求感应了 无求之求 祝佛菩萨 无因之业 不但佛菩萨 红粹 永天 善神 拥护 如果我们 带着 有求的 那个心 给主说 没有感应了 跟佛菩萨 只要是 有求的心 限制 前世 就造成障碍了 我们跟佛菩萨 这个电路 就受阻碍了 就断掉了 所以我们 有愿 没有 希求的 信念 只是 如理如法 努力 认真 去做 一定是 断烦恼 断习气 开智慧 帮助别人 也是 这个目的 手段 方法 那要随机 应变 机语言 不同 方式 就不一样 所谓是 方便 如多门 归云 无二路 只要自己 诚心 诚意 去做 自己障碍 没有 众生 又没有障碍 自己 障碍 没有了 可是 众生 又障碍 这个语言 不成熟 不成熟的时候 自己应该 怎么做呢 养到 我们现在 自己 进修 把自己的境界 不断向上提升 等待机语言成熟 这句众生的机语 成熟 丝毫不能够勉强 我们能不能把度众生的意愿提前呢 提早一点呢 心 怎么做法呢 自己认真努力 修残毁法 改过自信 这么个求法 通通是向自己自信里面去求 所以佛法成为内舍 跟世间一切法完全不一样 世间人的法是心外有法 向心外求 佛法里面求愿 是向自信里面求 不向外求 求助佛菩萨加持 也要从自信当中求 我们的心心 我们参加 我们的心 要向佛的心 我们的运 要同佛的运 我们的心 要如佛之心 这就是求 你看求 没有在外面 果然与佛 同行同运 同德同行 一切如来 他怎么会不加持 却通了嘛 电路完全通了 一点章类都没有了 到底在此地 如果有一念私心 这个路就断掉 感应就没有了 这两句是我们求佛菩萨 我和佛菩萨加持的条件 我们有什么条件 请人家加持 他真的有了加持 有些人求佛 互算加持 求不到啊 借口收落的一场空啊 你永远在那里 常言说的好 要如如无法 一根法就在这里 我们要有佛的悲心 一些心里面 特别讲的是 大慈悲心 慈悲是佛心 多但要发大悲心 要常识无退阵 就无人不退转的 大慈悲心 就与佛菩萨甚弦 心心相应 这个时候 有求才会有感 懂得理论 懂得方法 我们得求 合理合法 那就有求毕了 那个理是什么呢 德州说 理就是清净心 法呢 就是大乘佛法 我心地清净 依照大乘佛法来求 没有一样 没有感应 真正是有求毕 所以 清净心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学佛 第一个好处 你要把夜报身 转变成月立身 如果不能在这个地方 转变过来 我们说就叫 微笑 转成月立身 就是沉远再来 我这个夜报身 也报了 而今而后 我这个身是 愿力来的 就跟释迦文 那种 成大悲 愿力 大悲 是对一切 从前 从前 与夜报身 念念为自己 次次都为自己 齐心动念 都得想到 自己的业业 为过人 为家庭 这是业报 从今之后 我们明白 我们齐心动念 念念为一切 众生 则不为自己 为众生 念念为佛法 怎么叫为佛法 我们了解 佛法是世界 至善圆满的教育 如何将佛教育 在这个世界推广 在这个世界 发扬广大 使一切众生 都有机会 接触到佛教育 都有机缘 接受佛教育 修学佛教育 这就是把 灭力 转变成灭力 心要发大心 发大心 要护持佛法 护持佛法的功德 最大 怎么护持 这一句佛号 不间断 就是护持 心量大 想帮助苦难众生 自己没有这个佛法 求佛力加持 佛菩萨 就会给您安排 你一定要一教奉心 如理如法 佛菩萨加持地 满你的愿望 佛法的教学 没有面对 只是帮助我们 恢复本来 面无而已 除此之外 佛确实没有 一法 可以教导众生 所以 圣法 身佛 确实 就在 一面 迷雾之间 迷了的人 可怜了 我们常常读经 佛叹息众生 可怜人 这句话 我们看多了 听多了 可是 不竭其意 所以 很粗心 很大意 忽略过去 哪里 晓得 这句话 那么深的意思 因为 迷失了自信 心胸 越来 越下责 下责到 不能容忍 甚至 一个人 都不能容忍 两个人相处 都有意见 都喝不来 不能容忍 别人就 接了 远仇 你不能容别人 别人也不能容你 造成的结果 云云相报 你障碍别人 别人障碍你 你破坏别人 别人破坏你 你造作什么样的因 后来一定会 受这个果报 果报 同三世 非常可怕 非常凄惨 你能够包容别人 别人包容你 你能够帮助别人 别人帮助你 这是真理 永远不变的 如果我们今天 起心动力 都能想到 这个世界 一切众生 这个世界 真正得到 和平安定 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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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 消除 隔阂 消除 一切的 奇迹 互相尊重 互相 敬爱 互做 合作 今天为什么 做不到 心胸 太自小 念念当中 都固执到自己的利益 没有想到 对方的利益 没有想到 整个人类 整体的利益 所以天天 喊世界 和平 那只是口号 一句 不能落实 于是 我们看到 佛菩萨的 唯一大处 佛菩萨 从来不与 任何一个人 为敌 没有 急悟的 悟鬼 佛菩萨 对他 也尊重 也爱护 为什么呢 我们同是一个根本身的 同一个自信 曹子的话说的有道理 本是同根身 相近和太极 近时空便法界 是法界 也就是所有一切众生 我们是同根身 这个根就是真如自信 有什么过不去的 我们借曹子这句话 本是同根身 设法界 一真庄严 同根身 这是佛知佛界 反复 不知道这个素质真相 觉悟的人 明了 清楚 我们明白 清楚了 还要帮助 那一些迷惑颠倒 不明白的人 全心全力 帮助他们 所以帮助 心地清净 痕迹都不着 为什么 四十真相 你能懂一分 你会转变一分 你懂两分 你决定转变两分 你转的角度大小 与你理解的深度 决定是 尘 真必 这个也能作为 考量我们自己的功夫 我们自己修许 到底有没有进步 用这个 可以能够测量出来 果然有进步 果然有转变 你的心 会一天比一天清净 自自然然 显示出来的 烦恼天天清 智慧天天涨 到烦恼清智慧涨 事处事迹 这些经论 斩在你面前 无量无边的 溢趣 自然显示 这叫真修行 真修行 就是在心理观念上 做一个大转变 我们转变唯一的 依靠 就是圣教 依靠圣教的指导 依靠圣教的方向 依靠圣教的目标 认真来做转变 这个就是所谓的 超凡如圣 转视成智 转烦恼成仆体 转森丝成烈巴 正所谓是 转迷成悟 我们要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们有缘的 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 希望他也能转过来 他转得过来很好 转不过来也很好 为什么呢 我们心地清净 绝对摸摸着像 着像就生烦恼 他转过来 一生欢喜喜 他转不过来 一生烦恼 你的心都被污染了 佛菩萨教导一切种子 为什么能保持清净心 而过污染 你能转过来 赞叹你 你不能转过来 一句话 心里都决定不落痕迹 更是般若经上所讲的三轮体空 所以他永远自在 永远不会退传 道理在此地 我们今天是在迷 迷惑的众生 我们转变 我们转变唯一的依靠 就是圣教 依靠圣教的指导 依靠圣教的方向 依靠圣教的目标 认真来做转变 这个就是所谓的超凡入圣 转视成智 转烦恼成仆悸 转生死成结伴 正所谓是转迷成悟 我们要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们有缘的 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 希望他也能转过来 他转得过来很好 转不过来也很好 为什么呢 我们心地清净 绝定不着相 着相就算烦恼 他转过来 一身欢喜喜 他转不过来 一身烦恼 一地心都被污染了 我们为什么会退传 劲的少退得多 我们是念念都被污染了 我们教别人 人家肯接受 有进步 好欢喜 这欢喜污染了 我们教别人 他很难接受 他不能做到 甚至于所做所为 与所交的 完全相违背 神烦恼了 你被烦恼 污染了 污染就退转了 总是做不到 像金刚经上讲的 不取语相 如如不动 你能把这两句做到了 你就不会被污染了 你就不会退转了 佛教导我们 句句是真实语言 我们要自求夺福啊 不依靠佛的教诲 那你是妄想 你根本就不可能 真实的佛报 帮助一切都 真实的佛报 就是财不识 法不识 无为不识 真肯干 认真努力的在干 那个人就懂得 自求夺福 他的佛报是真实的 如金刚经所说的 应无所助行于不识 所谓不识色不识 不识身相未处法不识 哪一个人不识 不识相 不识都出了相 有我行不识 中和相 我这个不识 给哪一个人住了他乡 我布识那些什么东西 全识相 识相布识 是佛的 如果应无所助 而行布识 是功德 布识完了 心地干干一净 痕迹都不着 我们说 我们说个很简单的话 大家容易懂 不放在心上 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就麻烦了 就着想 修布识的时候 正在布识的时候 布识完了之后的时候 统统不着想 心地干干净净 这个死 没有妨害 清净心 着相 就妨害 清净心 心不清净 所以佛说 教识 徐佛提 菩萨 应如是 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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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一顾 为什么 若菩萨 不识 不识 欺负 得 不可思量 这真的 不是想的 为什么 不识 像是真心 真心 没有边界 深光无奇 其大无外 其消无内 你用正心 去修布识 布识的功德 根性一样 不可思量 你布识 斤斤计较 样样执着 你所修的是佛德 佛德有限 随着你的心量 其感应到交 所以 一切法 重新向神 心量要大了 大就是说 不放在心上就大 放在心上就小了 我们帮助人 心里面 不可以有知识 不可以有得识 更不可以有 共高无慢 帮助人多少 我对人有恩 你的心地就被染污了 一定要像 般若经上所讲的 三轮其空 作而无足 我做 我做了 我做了 心里面呢 一点痕迹都不留 跟没做一样 心地清静 没有被染污 如果心里觉得 我有做了 那你就已经有染污了 作而无作 无作而作 你这个心地 永远保持着 请进 才能够到 无疲倦 这是我们 现在 在这个世界 自己修行 一切 尽心尽力 帮助别人 应当有点 态度 一定要做到 三轮其空 永远保持着 身心的清静 不为外境作然 无相无为 无富无妥 无助分别 与人力编导 那么这个四句 是教化众生 用现在的话来讲 心态 我们要用 什么样的心态 来集出 社会的大动物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有许多 发心度众生 没多久 就被众生度朋友 很多 自古以来都不少 那就是 他没有遵守 佛这个教训 能够遵守 这个教训 就不会 因为一切众生 形象上接触 心理上 没有接触 心地干净 没有让 这是佛 实在讲 就是金刚经上 两句话 不取于相 如辱不斗 要想的 无相不悔 无相是不着想 无为而无所不悔 无为对现在话的 不知功 不要这么 我做了多少好事呢 念念不忘 那就错了 教疗 感人都没有错 那个心才心静 我做了多少众生呢 我这个是故事多少啊 你听听念 这个心就不干净了 那你是有为了 你不是我 这样才干净 无复无脱或是烦恼 用现代话的说 感情 不动于感情 措施 写出 既然没有烦恼 哪里还有你写出的 烦恼的地面是写出啊 烦恼没有了写出原来的 这叫根自在 无处分别 为什么呢 反正所有相界是虚妄 你分别它干什么 不要分别 不要止住 眼里颠倒 颠倒就是妄想止住 这个东西通通都是修设的障碍 我们要把它离开 你常常吸出这个 你油化在世间 你不会心烦恼 你就会得真正的自在 真正当作人 而自己不会受害 一般人一生不能成就 事出事乏 一丝无成 或者是小有成就 终归失败 语音都可以说是 误语音不善 所以佛法说 一切乏了 因缘所生 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 而一个好的缘分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我们要问 好的缘分 我们这一生当中 会不会遇到 当然是肯定的 为什么 佛事故 佛事门中不失一人 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问题在我们自己发心 我们自己如果发心 成真 祝福菩萨 一定会来给我们做赠上运 会来帮助我们 这还是说明一个事实 感应到久 众生有感 佛就有应 由此可持 语音则还是操纵在我们自己手中 那就是 我们习不希望 做甚做些 就是这一年 如果自己希望做甚做行 做佛做菩萨 这个就是感的 如果这个念头生不起来 那就没有感 没有感 佛菩萨当然就没有应 没有应 你就遇不到这个机率 如果你存在有这个心 有这个逆力 这就有感 这就有感 有感 佛菩萨一定有应 你这个念头 你这个愿望是真的 真实的 感应就快速了 你这个愿望 很不弱 若有若无 感应 感应也很不弱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 自己一生 有没有成就 断在发心 真正要发心做菩萨 决定不能受 世间 明文立扬 无欲六成的诱惑 你还会受这些东西诱惑 你的菩萨就做不成了 这个要靠自己 一定要克服自己的烦恼 我们才能够获得感应 才能够得到 祝愿 由此可止 要向外缘居住 先要居住内缘 内缘是发心 发愿 你发的愿 发的心要真正 确定没有为自己 如果为自己 你这个心呢 就不真 就不成 不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我们的心是 为佛法 为众生 没有一丝好私心在里面 没有一丝好 自己的欲望在里面 这才能得感应 如此可止 外缘不成熟 军定是我们自己 还有一念 私的念头在里面 这个更是障碍 从前 黎宾老常常讲比喻 好像一碗 啤壶 上好的饮料 这个里面 掺杂有一点点毒药 全都变坏了 你发的大心大愿 那是体会 那一点点毒药 是自私的念头 没有能够放下 掺杂着一点私念头 在里面 跟住佛菩萨了 就没有感应 道理在此地 所以你要整干 整干 佛菩萨一定帮助你 一定照顾你 佛师门中有求必应 这是往年张家大师 教给我的 所以他教我求佛 求佛怎么会求法呢 求佛要从自己内心里面去求 决定 一教奉行 佛叫我做的 我认真努力做 佛叫我不可以做的 我决定遵守而不违反 你就得到 佛菩萨加持 你就得到 佛菩萨照顾了 所以他老人家 那个时候跟我说 他说你一生 都说佛菩萨照顾你 你什么都不要操心 一定要 万月放下 我们遇不到 真正善知识 怎么办呢 你以真诚的心 亲近的心 求佛菩萨 求感应 只要你恳求 没有不应 又求不应 我想求个好老师 真的会遇到 遇不到的时候 我们这个求愿的心 不够恳心 我们的业障 还在障碍中 业障没有消除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业障消除了 有求必 有求不应 业障 就要忏悔业障 有求必 我要求修学的环境 我要求 希望有同餐到有 希望常常有善友 我来协助 真的 一点都不想 如何能叫 生生世世 都能够 遇到很远了 这一段事情 总在 菩提心 真正发 菩提心 就不会 遇到 不远 菩提心 是个什么心 全心 全力 为别人的心 这是真正 菩提心 所以似红是愿低 众生无病是愿度 发这个心 不会堕落 为什么呢 佛菩萨 加持 护念 祝福护念 龙天 善神 勇回 你得到这个加持 所以 你遇到的缘 都是善于 遇到的缘 都是帮助你提神 不会帮助你 堕落 自己发心 就能感动 祝福 菩萨 扑念 佛法中 常说 佛师门中 有求必应 这句话 流传的很广 十多人 都能说得出 可是一死 往往 重回 有求必应 到哪里去了 要向内求 求我们的心 跟佛的心 相应 求我们的愿 跟佛的愿 相应 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愿 皆行 都跟佛 相应 就一定 就一定得到感应 就感应到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圆满地透开 我们起心动念 一尘 一毛 这样 微小的善思 随着你的心量 也便失控发现 这个是金山讲的 众 大福 行 大善 今天上说的太多了 尽随心转 就是这个道 众位 在寺院中 晚上十时 你们常念 其力 变射方 能不能变 你的心量 周变射方发迹 你不识一令你 这一令你就变射方发迹 一切众生 都能够受应得到 如果我们的心量很自小 念这个咒 没用说 尽随心转 尽不是随咒转 主要懂这个道理 咒是正上缘 心是轻因缘 没有轻因缘 增不上云 用不上力 果然 心包太虚 两周杀鸡 周得增上云 就起很大的罪 所以根本是在心地 心地要善良 心地要真诚 心诚 我们的行为 自然就端正了 真正的功夫 是在这里 你的信仰越大 你修 叶文前的功德 那个功德 都是变区功法的 我在经上 常常教导我们 心包太虚 两周杀鸡 我们起心动念 不要为自己想 不要为自己家庭想 也不要为自己公私行好想 出家人 也不要为自己小道常想 那你的信仰很小 你修的福很有限 齐心动念 要想到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诸佛 刹土 一切众生 你这样的修福 佛报不可思量 无量不变 无论在日常生活当中 做很小很小的一点好事 看到贫穷困苦的人 你不失一块钱 你想到的是 变法界虚空界 你这一块钱的功德 就变法界虚空界 真的随你信念 我做错一段事情 我起忏悔的心 这个忏悔的心 也变虚空发起 这功德到达 无论哪一种德行 都是尽虚空 变法界 极小的善 不要认为善太小 极小的善行 也变虚空发解 小善如是 小我也如是 不要认为 小我这么有关系 小我也变虚空发解 所以古德才劝我们 不要以为 善小 你不肯去做 不要认为 我小 随便犯一点 没有关系 你全搞错了 极小的善 我都变虚空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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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大事 善药 善荣 善是包含 包含虚空 虚空大了 我们心量比虚空还大 荣呢 是荣纳 荣纳万有 没有不能荣纳的 没有不能包含的 这是本性 真心 这么大的信量 我们今天见这个人喜欢的 见那个人讨厌的 这个不信呢 这信量太小了 祝福我如来 法身菩萨 堵入了这个境界 也就是说 他们的信量痛断恢复了 所以这些人得大自在啊 我们务必要把信量脱开 常常想到两大复杂 蛇如来 蛇发生不少 没有不能包容的 为什么会包容 因为知道是一体 这就是看破 知道万无更无是一体啊 所以那个小心量就失掉了 就只能放下了 你的佛包有多大 随着你信量 你信量大 佛包就大 中国谚语常说 量大复杂了 佛的佛包圆满 为什么 他的信量是等虚空变化界 所以他的佛包是圆满的 这是我们要学 我们常常念 心包太虚量重杀界 认为那是佛菩萨 不是我 我为什么不跟佛菩萨一样呢 点点滴滴 都为虚空发界 一切众生 你不就成佛了吗 你跟佛的心 跟佛的念头 跟佛的行为 完全相同 无二无比 你就做佛去了 佛的智慧 佛报 圆满的 二族尊 族就是满族 我们讲圆满 智慧圆满了 佛报圆满了 随着心量 圆满了 为什么要那么样的 小心量 你看看佛教 菩萨 那个心量多大 你能够把心量 圆满的脱开 真正是 心包太虚 亮灼杀戒 求这种布施 你得的利益 欢喜 佛家常讲 常生欢喜心 欢喜心 从哪里生出来 一般我们在 经论里面 常常看到的 发息充满 这个充满 是充满宇宙啊 充满虚空发界 充满虚空变发界 一片响火 发息 欢喜心 是这样布施 成就的效果 我们要学习 这个效果 在佛教化众生里面 就是 普遍 接引众生 佛经常讲 普度众生 你没有这个行量 怎么能帮助众生 不但度不了众生 度自己 也度不了 我们要超越族群 不同的族群 超越宗教 超越国家的界限 以清净心 平等心 大慈悲心 做考量啊 我们自己 有多少能力 做多少事情 为一切众生做 你的行量越大 在佛法里面讲 功德越大 功德大小 不在你做事的大小 不在出钱出力的多寡了 在你的行量 心地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的 他 日常生活当中 行小善 他所得的功德 不可思 为什么呢 诚信 究竟圆满的行量 就是自信 心包太虚 亮珠杀戒 那是自信 由此可思 圆顿 大教的佛 菩萨们 念念 都修 无量 无边 功德 我们凡夫 能不能 只要 脱开心量 就能 知道这个 世间 一切伐 不是真实 是虚妄的 这些假象 从我们眼前 过一下而已 有智慧的 聪明人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 此事 真相 抓住机会 成就 无量 无边的功德 愚昧之人 往往机会 在眼前 当面 错过 不但不知道 抓住机会 去积功 雷德 而且造作 无量的罪 菩萨有大悲心 又方便 方便 才叫究竟 方便 最适当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最稳当的方法 最快速的方法 方便为究竟是 念佛是方便的 发菩提醒 一向专念 可是 也记住 念念 要 菩利 中生 不要为自己 范围要大 念念 为 社法界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 苦难中生 心量这么大 能做得到吗 做得到 只要你用真诚心 你就做到了 如果这里头掺杂一点自私自利 掺杂一点烦恼吸气 那你就做不到了 把你的功力全都破坏了 一点都不能掺杂 优优独播剧场上